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正是中共极权所惧怕的 这个电影的话 我觉得让大家更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 更关心中国的民主化问题 如果说大家能够做出一点点贡献 包括传播真相也是贡献之一 这样的话呢 其实是为了大家自己 其实是为了大家的这种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今后我们大家要继续努力 继续把这种社会中的不公平的事情 继续替这个挖掘出来 继续替作者发生 这是我们作为媒体人的使用 我想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使用 电影《沉默呼声》在台北的特营会 遭中共关押五年之久的NGO工作者李明哲 也协同妻子前来观赏 八月中旬 沉默呼声将在全台戏院同步上映 沉默呼声 对自由发展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家伟周庭域 台湾台北采访报导